Hello大家好 我是小微 昨天发了一个视频 到底要不要把半斤拿去训练了 我今天还是很纠结 但今天又是最后一天 如果确定好了 明天就要把半斤拿去训练了 但是我又觉得担心半斤 所以我打算今天给半斤一次机会 我自己训练他 看他乖不乖不乖的话 就把他拿去训练 半斤过来 半斤 你看今天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了 你怎么老是咬乱咬 现在去超市 其实我好担心半斤的 半斤坐下 你这样很容易吓到路人的 你把头伸出去干嘛 一有车就要汪汪汪咬 你讨厌的很 听话乖一点 不然你就要受苦 我给半斤买了鸡胸肉 拌饭的 这个也是 然后鸡胸肉 叠齿的 还有这个训练的时候 这一带也是训练的时候 半斤高不高兴 这都是你的 坐下 趴下 趴下 好 给你吃 这是个好地方 只是说太多车跑来跑去了 我准备把牛肉棒弄成一颗一颗的 这里好吵 我准备把这牛肉粒都给半斤吃 半斤走 别人对你狠还不如我对你狠 过来 帮你坐下 坐下别动 温柔 挂钥 不准动 走 走 扔牌 半斤走 坐下 不准动 不准动 我试一下半斤坐在那里 别人对它狠 还不如我对它狠一点 我让它不动 待一会再给它吃 没想到半斤怕去训练这么乖 半斤过来 我叫你过来 你才能过来 我现在走了 我看看半斤要多久才不动 我接着走 半斤今天好乖 希望它不会让我失望 半斤今天明显乖多了 可能是我对它狠的一点 刚才坐在那里 它动了跑了 我就对它狠狠的拽了一个绳子 可能把脖子给它弄得不舒服了 所以说狗狗真的是要对它凶一点 我终于学到了没有做对 不给它吃任何东西 只有惩罚没有奖励 所以要惩罚它 半斤要被我折磨疯了 这一次训练了 我就决定不把它拿去 被别人训练了 半斤还是很聪明的 他知道 他知道不听话 要拿去训练 半斤很乖了 要奖励了 半斤过来 半斤想着吃点东西好不容易 脖子都快累死了 我现在没细存着 半斤在跟我走 半斤坐下 别动 坐下别动 好开心 我今天才开始训半斤 没想到就出奇的乖 半斤过来 坐下 半斤太乖了 坐了那么久 半斤你是不是听懂了 别人对你下狠手 还不如我对你下狠手 是不是 来吧 半斤说为了一点吃的好难过 脖子都累疼了 是吧 他今天特别乖 不准动 看来狗就是要打 他看一下我 男友去兜 他很聪明 我说今天不听话 就拿去你训练 他今天就特别听话 出奇的听话 神奇了 半斤你不准到 还是被人牵走了 不准跟别人走 别人拿去炖炖狗肉汤 知道吗 半斤今天出奇的乖 哎呀 半斤今天才训练了一会儿了 就这么乖呀 训练师还让我一直走 我说今天半斤太乖了 我就不拿他训练了 我的天了 半斤太通人性了 他好怕拿去训练 今天从养他到现在是出奇的乖 真乖 我的半斤好乖 今天我溜你 不准你溜我了 好开心 终于我可以溜半斤了 半斤跑 好开心 好开心 半斤可以陪我跑步了 快 半斤坐下 不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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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斤坐下 不准动 不准动 半斤 今天怎么那么准动 is where we want to be and yes we don't have time 半斤我们回去吃好吃的好吗 给你弄了好多好吃的 半斤今天特别乖 给他吃了好吃的 你再给他倒水 半斤辛苦了 喝水 今天表现很好 暂时不送你去训练了 我准备在网上买飞盘 以前的飞盘半斤不咬 我要重新买飞盘 然后再在网上找一些视频 就是训练编布的 接下来我就要自己训练它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